我的明星尊長那塊木頭 或是板子找出來 牌匾是嗎 你要做一個牌匾 類似的 對 就是一個牌匾 牌匾的東西嘛 志祥去用那個 去燒 燒出那個字來 這個動作 夠... 大喔 大的... 我本來想說這種的就可以了說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吧 這個可以 我的明星尊長 會不會太大了 用鼻血 誰字比較好看嘛 其實就是... 你字好不好看 我們在信息是屬於醜的啦 所以一定不是我來寫啦 沒有關係 我寫啊 我可能太多畫畫了 你只要跟美工有關的 也沒有關係 就是興趣... 你會寫... 所以你會寫... 可以寫... 你就先寫啦 有... 粉筆還是什麼是不是 那是什麼 鉛筆或自動筆 你已經錯過了 對啊 這個感覺 我還可以耶 得不好看 沒有 亮哥來 不是不是 我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寫得比你好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好不好看 不是不是 大家評評你嘛 大家評評你幹嘛 這得是不是不好看 你真的不好看 我還在... 王老師 我先把骨頭描出來 還沒有正式啦 我先把骨頭描出來 我也覺得得怪怪的 你常寫中文嗎 我以為你是真的... 寫得蠻好的 真的... 我不知道那個比例很奇怪 怎麼比那麼小 我先完成其他的 先放的... 我覺得一個字的就算... 如果有左邊右邊的 你的比例就很奇怪耶 左邊的都比較小 右邊的比較大 你那個日寫得就差不多 月為什麼就這麼胖 你看... 你看這個春也是木比較小 寸很大 很奇怪 你左邊的都比右邊的小 你的比例上我就覺得 你再給他看一下 你再給他看 好... 不答啦... 你寫... 來啦 你試試看 不是你的名 為什麼這個上面要寫的 這樣就兩個直的 就為什麼... 算了... 我這樣沒辦法... 很怪啦 還是看你... 來啦... 不行 我把你寫成這樣子 我自己寫出來 不... 不... 真的啦 春... 光是春我就覺得... 你的木頭你剛剛描得很小啊 我覺得要有一個大小啊 可是我們用鉛筆寫書法字那種感覺 大概是...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你剛剛的那個春就已經... 很奇怪 長還沒有寫啊 大概...長就更簡單了 這先把它大小寫出來 你先把這字寫出來 然後再... 再去描它的 我的意思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對 我的意思大概是像這樣子 不是 你也... 你也要參與啊 浮了... 不要勉強 沒有...完全沒有勉強 不要勉強 先寫出來 寫出來 這個... 那寫出來再把它加粗 寫出來再把它加粗